10點 噢 幹嘛時間 11點了 晚上 我們剛才去打雨球回來 哇 今天很晚回家 這是他們睡覺時間了 他們車上一直叫他們撐住 到了喔 不晚了 我跟他們聊天了 有半個多小時 怕他們睡著 因為他們沒有洗澡 剛剛跑到滿頭大汗 我其實已經洗完了 然後出門 然後又洗完 然後又大汗 等一下 但是還是要洗一下 因為你真的有流汗 洗澡 哇 你頭還是濕的 一點點 好 口罩先戴 對啊 好久沒運動了 還蠻好玩的 然後流 骨頭快閃掉了 但是運動好舒服 終於運動了 終於有機會 舒暢 可以出門運動 那我們以後可以約個中心 輪流 可是其實淡水沒有比較近 我們去淡水也是一段路 我們的車子的配件都裝得差不多了 之前有開箱那個椅子後面 給他們墊的椅背 然後這個是舊車拿過來的掛鉤 也勾上來了 這裡是 什麼 喔 舊車的這個裝備 也拿過來用 然後這個 一個小桌子 這個 那是什麼 嗯 小桌子嗎 掛東西 一個小掛鉤 可以再幫弟弟買一個 小掛鉤 弟弟你看那個手 現在以前我們是兩排而已 現在我們可以分三用 就看起來不會很擠 就每一排都有一個東西 然後之前買的安全帶的 這個保護也 也把它弄上來 這之前都是舊車的 好 這是裝袋子 然後前面的配件我也都用得差不多了 算是我覺得一個蠻 蠻完美的狀態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小心 可以啊 你要幹嘛 你要抓一下 你們就下來了還要抓一下 你們先上去好了 好 我去停車啊 好 去停車 拜拜 拜拜 別關門喔 好 Close 好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裝了哪些東西 我覺得算是 目前覺得算是蠻平衡 然後 就這樣就夠 這樣就夠了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 那個 無線的 AirPlay 因為原本 它附的是有線的 就你一定要插線 那如果你插線的話 接AirPlay就會一條線一直在這邊 我就覺得好像會卡卡 但是現在你如果拿來拿去的話 其實 就一條線很卡 那如果接無線 它就一開始這個小機器 我在蝦皮買的 這好像是 1000塊左右 然後 它就可以直接無線 那我目前用了兩天 它還是沒那麼穩啊 就大部分時間 65%的時間是好用的 但是 偶爾它會變成螢幕會 有點 沒有當機 它就是會 花掉 就是它突然會變成像 完全不對焦 然後也 色偏這樣子 然後 音樂有時候也會斷 就它明明就是 都連接都是正常的 但是音樂就是不出聲音 就是怎麼樣都不出聲音 唯一的解法就是 再把它拔掉再插上去 然後 配對好藍牙之後 每一次再上車 它蠻快的 基本上 一上車它就會 就會連接起來 然後我們家這邊 雖然地下是沒有網路 但是它也 一上車就馬上可以連 然後 地圖啊什麼都可以連好 這樣子 這方面算還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是 喔 之前有分享這個 小米的 欸 這怎麼開啊 其實我現在還 我現在會裝 但是我還不知道它怎麼 因為它這小米是自動的 看一下 怎麼讓它左邊 這個夾子打開 這樣我其實是硬吧 就小米的這個我也裝好了 我現在目前的 配對方式呢 就是 小米的無線 然後再加上 這個的無線 然後兩個 因為 它下面這個啊 它只有一個USB頭 那 這個小米的 它也需要一個 這個是Type-C 它也需要一個USB 接Type-C 所以就會搶這個無線 那我後來解法就是 這個無線 只能接這個嘛 因為AirPlay一定要接這個 然後 小米的這個就 買一個比較長的 Type-C的線 然後一路就接到 後面 第二排的這一個 線我還會整理啊 到時候再整理一下 而且因為我怕 真的很怕線不夠長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試過原本附的那種 都是 頂多到這邊就會卡住 而且太短的話 你線過來過去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買一個比較長的 我買到3米 後來發現其實2米就好 因為你看我多這麼多 還有 還有很多 所以其實2米就夠了 那我就想說保險 不然我買2米又不夠 然後那個2米也先要浪費 所以我就買了3米 那到時候再把它 可能你看沿這邊順過來 然後藏這邊過去 然後接這樣 接這樣 它這個就可以 一樣可以無線充 然後這個也可以無線AirPlay 所以我就覺得蠻完美的 裝是還好 裝 因為我加犀牛盾的殼 所以它其實蠻大 所以裝其實 也是要一個瞬間 然後趕快塞進去 不然它就會裝不進去 然後慢快 你看馬上就開始充電 然後我不確定 我接這個線 因為它其實小米 這是20瓦的快充 但是我這個USB 我後面我不知道是 1.5還是2.1 還是超過 所以我不確定這樣 有沒有辦法充到20瓦 充的速度就不快也不慢了 目前體驗 然後這樣我就可以這樣無線 然後也可以無線充 然後手機也可以這樣子 這樣 所以還OK 算是比較 目前覺得比較好的解法 然後這個啊 現在看不到 看一下 這樣看不到 我這個吸盤有點買太大 因為我在社團看到大家買的是一個小的 這個吸盤啊 其實買一個小一點的貼在這邊 真的更完美 就是在這邊這樣出來就好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這個你還是有點突兀啦 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 以好看度來講 就還是沒有這麼完美 然後 目前開了一個禮拜嗎 總算把第一桶油開完了 算總算嗎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太常開啦 那 這一桶油呢 總共開了多少 看一下 開了430公里 然後 看得到平均油耗嗎 看一下 這邊有 因為我現在完全沒有 就是第一桶油到現在 剩下35公里可以開 那之前 HRV是剩下30公里 他才有跟我說 但因為這台車程比較大 所以比較耗油 他35公里 因為剛40公里他就跟我說了 然後我目前開的平均油耗 是一公里 一公升可以開9公里 算 就油耗表現 就是很普通啦 然後 我看其他人開 好像你也頂多 就是9跟10 很少人應該可以開到11吧 那個不知道是 應該有練過 他不可以開到10以上 然後 我曾經有到8點多 然後平均這樣 一桶油下來是9 430 那等於說我 1500塊的油 跑了430公里 就比之前 HRV大概會貴個 應該有400塊 有 因為HRV跑到1公升的話 大概也是頂多11 11公里 所以差2公里 其實就是還是有一段差距啦 但是 你整個算起來的話 大概差2、300 就還OK 因為畢竟這車 重那麼多又大那麼多 就還可以 應該差不多這樣 然後 其他 就沒有 就這樣 這次 第二次買車 就沒有搞一些虛化的東西 都是拿舊車的東西拿上來做 安全帶啊什麼的 就這樣啦 如果有什麼 新的想法再跟大家分享 之後 會開車去露營 然後會放在主頻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 這次露營的路 可能也沒那麼好開 要去山上 我們要去新竹 好像是橫山鄉吧還是哪裡 就也是會走到山路 然後開一下它2.4的引擎 那這台引擎應該是舊的引擎 來看一下它配上新的軀殼之後 整個駕馭到底有沒有辦法上去 然後 會不會很吃力這樣子 好啦 那就這樣啦 準備回家了 掰掰